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自古仿效中国与农历正月庆祝新年 然而自1873年起正式导入西历 原本的新春日期也随之改到西历1月1日到1月3日 除了冲绳地区之外,日本人已经不太过农历新年 根据相关法律,日本规定每年的12月29日到隔年的1月3日为休假日 也有不少公众交通工具在此期间改为假日颁表 这点必须注意 在新的一年和熟人的第一次见面时会说 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边要注意一下 有些人会在前面加个新年 变成新年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严格来说其实是个错误的用法 因为あける这个字是指某个期间结束的意思 因此新年あけまして反而会变成新年结束 不过因为很多人误用 所以错久了好像也就不奇怪了 传统的日本人通常会于前一年出席 准备好几天分量的おせち料理 除了有祈福的含义之外 也让平日辛劳的家庭主妇能够稍微休息 郁节料理中常见的菜肴有 祈求长寿健康认真工作的 Kudomame 祈求多子多孙 五股丰收的Katsunoko 祈求财运滚滚的Kinthon 祈求有学问有教养的Date Maki 等等 每道菜都有各自的含义 新年另一件重要的行程是Hatsumode 指的是日本人会到神社或寺庙参拜 例如将Osai-sen 丢入Sai-sen-bako 目的是向神明许愿 去抽O-mi-ku-ji 买O-ma-mo-ri 之后再到附近的Yatai吃吃喝喝 十分热闹 除了传统活动外 讲到新年不得不提福袋 福袋的原型可追溯到江户时代的Ebis-bukuro 由著名的无福屋 月后屋推出 当时他们将裁切后多余的布料 装到纸袋中于11月初贩卖 并得到了广大的回响 而最早的福袋贩卖 据传为1907年的贺乌无福店 1980年代据说还曾卖过 装有5亿日元毕卡所化作的福袋 之后在台湾或香港的日系百货公司 也开始卖起福袋 中文有句俗言是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晨 但日文有句俗言是 一年のけは簡単にあり 可见日本人对新年第一天的重视 如果你对新的一年还没有想法的话 不妨规划一下学习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就是订阅这个频道 而且定期回来观看最新影片 我是Jack 我们下次见 また今度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我们下次见